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早期韩剧代表人物之一 起初他的梦想只是成为导演 1993年为了学习电影拍摄 便进入制作公司当起务工 每天工作之余就在现场观察导演讲戏 但在那个竞争激烈的年代 没背景没人脉的裴永俊 想要从场务走到导演的位置非常艰难 正当他前途一片迷茫时 因为不错的长相被同事推荐去当明星 而裴永俊也抱着适事心态参加KBS电视台选拔 没想到一眼就被相中 并出演首部电视剧《爱的礼节》 由于只顾死记台词没表情被导演大骂 但对于裴永俊来说 却是个学习的机会 甚至为了磨练演技 经常熬到半夜 幸运的是 1995年拍摄的《阳光场地》播出后 就拿下62%的收视率 同时也让裴永俊获得演技大奖 剧中他温文儒雅的形象 迷倒万千少女 更是掀起一股追剧热潮 从这时候开始 有裴永俊出演的作品都成为了爆款 次年的《初恋》以65%的收视率刷新韩国电视剧收视记录 一直到至今仍然无人能打破 换作任何明星 能有两部代表作就已经是圈内佼佼者 但这却是裴永俊演艺生涯的起点 这时除了李炳线 张冬健 没人能盖过他的风头 即便是靠《星梦奇缘》 大伙的安在序都逊色许多 2001年未演好 情定大饭店终身东闲一角 还特意飞到纽约街处绘画训练 正应对角色的专注 让他被冬季练歌导演相中 巧合的是 这部作品直接将他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 当年的《冬季练歌》有多火无庸置疑 除了本土拿奖拿到手软之外 同时还在日本创下收视神话 在日本放映的国外电视剧当中创历史新高 据日本调查《冬季练歌》的收视率高达22.5% 日本中印15万人申请参加现场讨论 后来影进国内同样备受喜爱 而裴永俊也凭借《将军上》成为男女老少的梦中情人 脚踏正商两届 坐拥百亿身价的裴永俊 凭什么能从一无所有逆袭为顶级大佬 2002年靠《冬季练歌》让演艺事业迎来巅峰后 裴永俊不仅给日本带来23亿美元的收入 更是被写进了教科书 但他并不像那些沉浸在偶像剧的明星一样 相反 他这时萌生出了转行的想法 于是2004年与经纪公司合同到期 便拒绝其他人开出超过10亿韩元的合约 从而退居幕后 创办BOF经纪公司 从此 裴永俊在江湖的传说不再续写 不过裴永俊之后的发展也很顺利 不仅在SM等大公司挤压下存活 还依靠名气跟多年积累的人脉 签下像金秀贤 朴舒骏这种流量明星 之后SM公司还不惜砸重金 买下裴永俊创办14年的公司 他也因此一夜狂赚百亿 升级为SM第三大股东 2007年后 裴永俊还开始并购各类公司 涵盖娱乐 网络 购物等领域 更是出资90亿韩元 投资了韩国科斯达克上市公司 并成为该公司的最大股东 没人能想到 一脸书生向的裴永俊 经过多年的经营 如今竟已经悄然变成了韩国富豪级别的人物 不过人怕出名 猪怕壮 出道以来 保持零五点的裴永俊 却被爆出学生时代生活糜烂 经常跟不良少年来往 还当过几个月的牛郎 这样树立千千君子形象的裴永俊备受争议 后来他否认了该事件 毕竟没什么实锤的证据 如果换作是其他艺人 事业会到影响 但对于裴永俊而言 拍戏只是副业 因为他已经站在韩圈金字塔顶端了 自从2016年开始便淡出荧幕 当时很多人都希望他重回娱乐圈 毕竟作为韩流初代男神 他的作品是最早一批进入国内 而这些偶像剧的悲欢离合 赚取了无数8090后的眼泪 特别是冬季恋歌与崔智友扮演的荧幕情侣 本以为能把感情延伸到戏外 毕竟两人不管颜值还是人气都十分登对 可惜传过绯闻却被双方拒绝 后来崔智友转身嫁给了穷小子 而裴永俊也迎娶小13岁美娇妻 出道多年 裴永俊的感情生活可以说非常的低调 他在和现任妻子结婚之前 只公布过两段恋情 和韩国富豪千金之间的恋爱 这一段被提及的比较多 主要是明星和富二代之间的恋爱 很多人都比较感兴趣 只不过两人拍拖一年 最后还是分手了 虽然分手原因双方都保密 但外界却盛传是裴永俊被未来老丈人嫌弃 女方父亲是韩国LS产电集团的副会长 这位千金还曾在纽约名牌大学读书 门不当户不对 可以说是分手的关键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 还有一段和导演李思江之间的恋情 两个人的恋爱时间 也是只有一年就已分手告终 二人给出的理由是性格不和 不过裴永俊曾因妻子使用明星特权而翻车 2017年 鲍普秀珍在某医院进行生产时 使用了公众人物身份被特殊照顾 消息一出引起巨大争议 要知道只有小孩母亲才能进入患者室探望 而朴秀珍却让经纪人和父母随意进出 除此之外 还插队使用了保温箱 这举动彻底的激怒韩国网友 并且超五万人请求要查朴秀珍受特权一事 但作为小演员的她 根本没这个能力 只因丈夫裴永俊的背景才敢搞特殊 最后在舆论的压力下 不得不道歉 当时网友非常羡慕朴秀珍能嫁给裴永俊 2015年因熟人介绍了相识 之后发现双方性格跟三观一致 便在交往三个月就确定终身 如果不是因为婚礼曝光 或许很多人对朴秀珍这个名字极其陌生 跟裴永俊合作过的女星相比 也更是平平无奇 既没有崔智友 孙艺真漂亮 也没有前女友的家庭好 唯一拿得出手的就只有年轻 比起那些难以驾驭的财阀千金 身价百亿的裴永俊 更想娶乖巧伶俐的小女孩 朴秀珍一开始的时候 也是一位圈内人 但是嫁给裴永俊之后 就完全退圈成为一名全职太太了 两人结婚没多久 便生下一对儿女 婚后几乎很少出现在公众视线 如今裴永俊和妻子朴秀珍 一直都定居在夏威夷 前一段时间 裴永俊将自己运营多年的官网挂卖出售 一些比较八卦的网友就猜测 他是不是经济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是 其实从裴永俊现在的生活状态来看 他完全不用为了自己的生活而发愁 出售网站只是基于商业上的一些决定 一直以来他都是很多人的偶像 非常低调 也是很能自洽的一个人 生活中 他的业余爱好并不是特别多 如果说一项业余爱好的话 那就是喜欢摄影 如今年过五时的他 早已不是当初那个迷倒男女老少的郡上 当同龄的李炳线依旧活跃在顶流时 他却被零零后所淡忘 想来如果巅峰期没有隐退 或许他现在也会有另一番成就吧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